台北市目前有22处防疫集门诊 市长柯文哲说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用管理 才公开透明公布每家医院的量能 目前总计每天约8590人次 莫榨机场车来速筛检站也投入战场 是台北市整体量能将达到每日约9400人次 就是说我们公开透明 把每一家医院它的防疫集门诊的量能都写在这里 实际上礼拜一到礼拜五因为所谓week day 上班日它有个量能比较高 目前大概是8590 那明天那个木扎的这个防疫集门诊要投入战场 不過第一天我们大概只预计做800 上午400下午400 因为通常第一天你知道 那个量能还需要一点磨合 通常到第二天第三天量能慢慢会上去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你知道我算一看8600再加900 大概到9400左右 大概我们大概明天 预计整个台北市的PCR量能 就是这种防疫集门诊大概到9100 那是不是要继续增加 这我在思考 因为是这样 这个也 我们是希望说把这种快晒阳性有症状的 在防疫集门诊就处理完 但是到底要准备多少 这是一个考量 所以我想是这样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考虑的就是说 医疗资源就这么多 要摆在哪里的问题 所以防疫集门诊是1块 防疫专责病房是1块 还有 医院本来的作业量是1块 所以有3块我们在思考 所以 我们现在进 我们这个本来是 今天早上公布的就是 在week day 我们是8590 那很明显你看到礼拜六他就降到7800 7820 礼拜天变成7000 所以 假日跟非假日 作业量还是有差 我们现在明天大概会先增加到 9400 大概是先增加到9400 后续 我们按照临床的需要 再去调整 所以 平时公开透明 每个医院的作业量都公布在这里 那一开始我们是有打算那个 四北科 他一般预约量是做到1500 但是大概最maximal到1700 要再往上加 压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会 我们要计算 每一个单位他最有效率是多少 所以他觉得 四北科那个大概是 1700大概就是 超过大概效率反而不好 所以本来预计要加到2000 大概目标就把设定在 1500 基准线 必要可以做到1700 那明天那个目标的时候 用基准线800 那有必要再慢慢加上去 所以 很多东西都是动态的 所以我们大概防疫疾本诊 在每天的 在week day 上班日的 作业量是 明天大概会加到9400 目标是这样 因为这个 赤北科那个还蛮成功的 其实我知道那个也是不只台北市市民在用 北北基陶都有在用 那么因为他做得还不错 所以明天 我们这个 在木栅的机场的停车场 开始 开启我们 那个台北市 南区的防疫基本诊 那一样 他是礼拜一到礼拜 日 每天都作业了 我们明天先用 其实今天下午已经在市营运 市营运 因为每个系统上去 都要先慢慢加压了 所以明天第一天 我们设定是800 早上400 下午400 那 其中一月是300 临时挂号的是100 那谢谢这个万方医院 跟北医 来承担这个 这个 这个防疫基本诊 那我们北区是 阳明跟新光 那南区这个是万方跟北医 先这样 让我们看看 作业的情况 如果给他做到最有效率 那当然要做到最有效率 一定要视频朋友帮忙 第一 尽量预约 当然你没有预约 带着简体来 阳性的简体 我们也是给你做 但是我希望大家 预约 所以希望这边就是将来 不要让医院的 病人全部塞在急诊室前面 还是把移到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 用防疫巴士 去 外邦医院的门口 把病人带到这边 因为这边比较远 也用 将来也会用这样的方式 就要疏解他的 医院的量能 不是医院找到极限 而是只是 保护医院的量能 柯文哲也再次呼吁 民众要来防疫及门诊 尽量先预约 但不要一车四人看诊 却只一人代表预约 要看人投诉 另外除了开车外 骑摩托车 自行车 不行的欢迎 还有悠悠卡 先除之够再来 记者温君台北报导